回到本港 旺角懷疑有警車被投射汽油彈 探員在現場拍照紀錄 現場在尼敦道更加狠階交界 消息說昨晚11點多 有四個人手持汽油彈和插有鐵釘的膠管 訂向途經警車 車上警員隨即追捕 當場證服一個人 警員派人兜截在途人士但未有發現